亚森克莱年龄32岁 工业组织狼身高173公分 亚森克莱身高171公分 亨森杰所有选手资料及详细信息 由全微知识平台互动百科提供 这场比赛 如果按照常理来说也许悬念不大 但是 意外的是亚森克莱 他的头部被撞伤 而且在半决赛之中 亚森克莱并不像公业那样 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就杀进了决赛 所以遇到了像公业这样 顽强不屈的选手 也许今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 我们没法预测 在全台用比赛结果来验证这个结果 首先我们欢迎蓝方选手WBC 日本区的冠军 公业综艺朗 Senshu Miyakishi Soichiro 红防选手 泰王国格斗的象征 最高水平的代表 传统泰拳天下第一人 电脑斗士 亚森克莱 凯莫 Fertex 亚森盖 Good Computer Visa 有请长长采访毛景宇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收看的是2017年昆仑爵诸神之阵 我是现场解说昆仑爵亚维 我是董江涛 这是今天亚森克莱第二次 工业综郎也是一样 第二次站到这个擂台之上 今天的获胜者将会取得今年昆仑爵诸神之战的领额 对 好漂亮 因为综艺朗在半决赛是TKO来自巴西的楼森梅诺丁 对 而亚森克莱是占满三局啊 而且是因为意外是自己的右边的美股状态 希望不会太影响他的比赛状态 两个人的年龄啊 就是技术水平到现在都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工业综郎啊 现在面对如此强劲的亚森克莱啊 显得还是比较放松的 哇 这个高扫 真的是又快又重 嗯对 哇 这个工业综郎看起来丝毫没有受到 没有感激到一点压力啊 其实这个对 事业我没有问题 还是脚下一滑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工业综郎来说 应该是没有一点点压力 完全可以放开打 对 对对的是亚森克莱 哇 亚森克莱现在还是比较稳啊 呃 杨森克莱每一场比赛啊 基本上在第一局啊 不会去尽快去中阶对手 一直是要找这个节奏啊 呃 但是呢 也确实是因为涉及到今年的 呃 诸身之战的十六强的名额啊 呃 两个被两个人争夺的是 2017年诸身战第八组的呃 入场卷 所以呃 还是 双方都是很谨慎啊 亚森克莱也很谨慎 但是工业综郎应该说 呃 没有太大压力 对呃 其实两个人都相对比较有遗憾一些 呃 是的 呃 工业呢 在诸身擂台上 战绩并不是说特别理想 所以两个人都想急需用一场比赛 一个诸身十六 世界十六强的名额来证明自己 啊 我们看到亚森克莱的眉骨的 啊 漂亮 这一拳真的是意想不到啊 这连续三拳啊 很重啊 呃 希望那个我们看到亚森克莱的眉骨啊 那个又有点血渗出来 希望不要有想 今天工业综郎能否翻阅 对亚森克莱这座大赛 对 诸身的擂台是 任何可能性都有的 是的 看宫月呃 工业综郎今天能不能够暴冷啊 呃 这才是精彩的比赛 对对于工业综郎来说呀 今天无论胜负结果如何啊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他职业生涯当中能跟亚森克莱打上一次 我觉得对 呃 我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呃 亚森克莱开始发力了啊 但是一郎的右手往外格挡的这么靠外的话 容易很容易被踢伤啊 呃 发力的这个呃角度和空间 对 啊到身边了 到身边了 就是亚森克莱发重力的这个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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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郎其实还是可以可以主动点多打小拳 对就像这样的 啊很聪明啊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一郎一直往自己的左侧转啊 场上虽然亚森克莱给这个一郎的这个压力很大啊 但是双方从这个落点上来说 一郎其实并不呃 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劣势 对 比之前的半决赛曼和夫表现要好一些 看一郎这个反击啊 嗯 特别有效 注意到什么边 要移动开要绕开 其实刚刚有机会要转出去啊 这个反击真的是很很快 而且一下就是三四拳 今天的哇 今天一郎的组合拳反击啊 为了扳回了不少分数 而且落点也很准啊 是的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往自己左侧走 这场比赛亚森克莱到现在为止打的我觉得并不轻松 对 漂亮 亚森克莱的上钩拳还没有用出来啊 呃 呃 看个亚森克莱再抹了一下右眼睛 呃 应该还好 影响不是很大 亚森克莱一定要还是要加强自己右侧脸颊的防守啊 对这个一郎的前手摆拳呃多次命中了亚森克莱啊 哇哇哭唤一下 这场比赛一郎打的真的不错 哦哎呦 而且大家对亚森克莱这种记载是太了解了 对 哦 天呐 一郎的这个体能有下降判断上可能也有些没有那么精准 哇 哇 亚森克莱果然还是大神级的人物啊 我们上一个局间的时候刚刚讲到亚森克莱这次的高扫踢啊 包括他的后手拳 位置跟以往不一样 对 包括后手的直线拳法 我们刚刚在局间的时候全部都讲到了 这一局第三局他就加强了 扫踢每一次高扫奔着头去的 对 这次决赛我们看到亚森克莱的扫踢没有听到那种很结实的那种 结实的声音但是很有威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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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约组一郎也现在适当的缓一缓 然后来到第三局比前两局显得更加艰难啊 对 特别养三个来几次有威胁的高扫以及那一季重击啊 对 对一郎的心里的压力很大 还在憋后手 现在一郎的这个拳的发力就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实了 是的 亚森克莱在前两局啊一直在找这个打重击的距离啊 又到脚落了 小心 哇 这是日本选手的抗击打 真的是 非常强啊 不死鸟果然名不虚传 但是你面对亚森克莱这样力量级的人物还是被读秒啊 还剩最后的40秒钟 这个时候亚森克莱还是在找找点发力的距离 哇刚刚其实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这个扫踢啊 其实亚森克莱真的是以前很少用到这样的扫踢 真的是像董教练说的 我们看到有一点点素方的那个感觉啊 呃 因为他出拳出腿的这个角度啊 比较就相对以前来说刁砖了很多 对啊 吸法 再次把对手逼到角落 这是亚森克莱连续发力的这个距离啊 最后的10秒钟 看看能不能扛到比赛结束 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工业综艺朗这个鼻子和嘴啊 里面都已经有血了 啊 比赛 五位裁判一致裁定 30比27 all the five judges score this bout 3027 比赛结果 and your winner better right corner 红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